一週以來普京的侵污戰爭 必將以慘敗告終的大勢更加明顯 而習近平在普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狂島當中 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得到了更多的消息支持 這意味著世界正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危險的時刻 因為俄國的慘敗 很可能將這兩個大國獨裁者的私下結盟 從權力驅動升華為使命驅動 令普京在習近平的支撐下 更加無所顧忌地做困獸鬥 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 普京說沒有俄羅斯還要這個地球做什麼 俄國民意支持普京 竟然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那折射了俄羅斯強悍性格當中 一直就存在的自殺傾向 問題是習近平用什麼邏輯說服自己和國人 將中國的命運 與普京的帝國夢綁在一起呢? 習近平有兩個堅定不移的信念 第一是他有機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另一個就是當今世界最大的亂源在美國 美國是我國發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脅 也就是說他將自己和中國的命運 與普京綁在一起 是為了一致地對抗美國的霸權 完成自己的所謂神聖使命 我相信以中國文化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主流編號 很少有國人願意和習近平一道 為普京和他的帝國夢殉葬 但是中國的王權和奴才文化幫助普京大忙 讓普京綁架了習近平 從而綁架了中國 當然不能完全用對當今聖上的畏懼 來解釋很多中國人 包括不少海外華人當中存在的強烈反美傾向 他認為習近平的信念當中 包含著這幾個重要的真理 第一是美國是世界秩序的警察 所以當今世界秩序的危機源頭自然是美國 包括他的霸道 也包括美國自身嚴重的內部危機 第二是明明中國正要成為世界老大 而美國就百般阻撓 因此美中必有一戰 中國和俄國結盟反美 也不是錯的 相反中俄如果不背靠背 就不可能鬥過美國 這套邏輯不僅在華人知識階層有眾多鼓吹者 在民眾當中也大有支持者 這套邏輯在中國和不少海外華人當中大行其道 借蓋了這樣一個其他民族看得很清楚的事實 就是當下世界秩序最大的風險其實是來自中國 因此避免人類文明自我毀滅的藥士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海外華人的手中 由此提出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有這麼多華人看不到這一點呢? 要講清楚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需要有對人性對長時段的歷史邏輯有相當深入的知識和理解 我長期探索和思考的一大心得 即華夏文明和北方草原上的馬上民族 數千年來的交往、衝突和互咎 一方面塑造了東亞帝國文明獨特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安排 同時也都在數千年的時間裏面 阻隔了華夏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直接交往 這種隔斷極大地疾谷了華人和其他文明的交往能力 和邏輯論正能力 尤其是窒息了漢人對社會安排的集體想像力 結果就是儘管中國早在明朝就有機會 與基督教文明發展全面和深入的對等交往 但中國文明還是未能逃脫被北方民族的強悍性格 綁架的悲劇命運 當代中國的共產革命和紅色政權 在這個歷史邏輯的現代重複 這次俄國侵污戰爭的慘敗 之所以對中國和世界誘惑時代的意義 恐怕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普京不可原諒的戰爭罪行 為世界秩序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和風險 也為中國走出文化宿命 創造了空前機會 以上是梁京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愛情文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愛情文 愛情文